花花草草的枯蓉 花花草草的枯蓉 就是它長得好長得不好 它也反過來 在度化這個園丁 所以我們患者的健康 跟不健康 其實也是反過來 在度化我們醫師 這樣在這個漫漫長的二十多年 你最大的滿足是在哪裡 看得到的就是從無到有 現在存在這樣一個持續經營的狀態 那我記得曾經有聽過人家講 創業不是最大的本事 因為你資金到位就可以創業 那講說能夠永續經營 那個才是真本事 那補照中醫診所雖然 比永續經營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 它算是穩健的在往這一個方向在走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滿足的部分 但是你剛剛講的最大 最大通常這個都是 我們肉眼看不到 形而上的東西 形而上的東西 我覺得我最大的滿足就是自我的成長 其實我個性是很內向 我通常跟人家說我個性很內向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相信 從一個內向的小男生變成現在算 還算是一個穩重的大師 這一個自我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是我最大的滿足 那這一個成長呢 就是在每一次的這個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說我有上電視啊電台啊 或者是今天 思惠你邀請我來上這個直播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在機會到來臨的時候 他都會多少少會面臨一點的恐懼 當然 因為求好心切想要表現得好一點 他內心裡面會有點恐懼 會想要逃避 逃避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但是呢 我們就是在每一次的這個恐懼跟勇氣之間 在這個做競爭的過程當中 勇氣勝出 我們掌握住這個機會的時候 那我們的內心就成長了一點點這樣子 不斷的累積不斷的成長 那 就造就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成長的一種滿足感 我覺得是 是很好的 我認識林醫師啊 坦白講很多年了 那我為什麼會認識林醫師 其實我大概說一下 就是我們就經過一個朋友認識嘛 就對那時候剛好就帶爸爸媽媽去看 林醫師嘛看診 就從此以後我們就陸陸續續的 假如誰有生病 我們就過去找林醫師 然後過後呢 就這樣子就認識了 我看有差不多要十年了 對 時間過很快 一眨眼就十年了 但我還記得林醫師在很久以前 就話更不多 不多說 就很 就比較內向 就比較安靜一點 然後就在電視台啊 然後在做專訪啊 就看你一步一步的 一個一腳印的 就創造了自己的診所 我真的很替你開心 對 謝謝師慧 對 很棒 真的很棒 然後我就一直就在身邊 就跟我朋友說 欸 那你不舒服 好我幫你打電話 跟林醫師一下 哈哈 謝謝 其實也因為我的個性內向 這也是我接觸中醫的一個原因之類 我以前我媽媽自己有開公司 我在我媽媽的公司當 就是幫忙啊 跑業務 對啊 那我媽媽覺得我跑業務不行 他覺得我太內向了 不是 所以他說這個小孩子啊 我個性那麼內向 應該要去學中醫 因為我媽媽他 他認識很多中醫師的朋友 他覺得中醫 算是一個蠻穩定的工作 所以他就跟我溝通 讓我們去中讀去學中醫 這樣子 今天的題目為什麼要放 中醫四根 行醫錄 這樣子 四根 小朋友 你是否又喝了我好 跟做跟醫師有什麼關係啊 這是因為之前啊 有聽過一位醫學界的前輩他說 其實 醫師就是我們這個生命花園的園丁 他的論述是這樣 他是說 像我們一年都有春夏秋冬的變化 當然在我們大門 感受不是那麼明顯 對 那春夏秋冬的變化 這些農夫園丁 他並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一種春夏秋冬的變化 對 他能做的就是盡他自己的專業 自己的努力 去把這一些花花草草照顧好 對 那他說 像我們當醫生也是一樣 我們人 人生都有生老病死 這個醫生 有再大的能力 他也沒有辦法去逆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醫生能做的呢 就像農夫跟園丁一樣 就盡自己的專業跟能力 努力 去把患者的健康 把他照顧好 讓他維持在一個最佳的狀態 這樣子 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醫生跟園丁農夫的一個反饋 其實是很像的 但是我們旁人看起來像是醫生在照顧這些病人 農夫園丁在照顧這些花花草草 那實際上呢 這一些花花草草的這個枯蓉 就是他長得好長得不好 他也反過來 我們在度化這個園丁 所以我們患者的健康 跟不健康其實也是反過來 在度化我們醫師這樣子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自己的能分 把患者的健康給他照顧好 那我們自己在心靈上面 也會得到一個很大的滿足 我在行醫的過程當中 我也發現我們要治未病 不是等到生病的時候 才來看醫生 有時候都太慢了 所以我覺得衛教 我們台灣講衛教 就是宣揚這個健康概念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也會運用一些報紙的投稿 像我們的光明日報中期十足的專欄 會經常在這個地方 投稿一些關於健康 中醫方面的一個資訊 還有觀念這樣子 要多元化 就是把這個健康的資訊 養生健康資訊分享的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們除了在報紙上面的投稿之外 我們也會 在COVID之前 我們經常也在診所辦健康講座 各位我們看到的這一位 現在目前畫面上的足講者 真的是我的夜間部同學 那同時也是我們補照中醫診所的 美中護問 佛碧華老師 甚至我們也會 受企業的邀請 到企業 去把這個養生保健的知識 宣導給更多的人了解 讓大家都能夠做好 這個自衛病的工作 診所業務的部分 也有一個很特別的 特別的一個治療的業務 叫做鬆筋療法 這是我們台灣林志松老師 研發的一種 一種運用水牛角的工具 疏通我們身體經絡的一種 治療方式 我也會定期的在我們的診所 傳授這樣子一個鬆筋的技術 給我們一般的民眾 有興趣來學習的民眾 讓他們自己在家裡面 可以運用簡單的水牛角的工具 來做到這個養生保健的工作 鬆筋它的應用範圍呢 其實很廣 也可以運用在我們的美容上面 一般女性朋友 特別的喜歡 那這個美容的部分呢 可以我們診所 也有鬆筋美容的業務 那我們也會教大家自己回去 自己在家裡面DIY 做這個鬆筋美容的保養 我們診所還有中醫嘛 當然針灸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塊 另外就是我們的 推拿整部跟走罐拔罐 這一些屬於比較 這個調理方式的治療方式 最關鍵的還是我們的內科 最強的一個項目 就是我們的內科 包括南科啦 腹科啊 這個呼吸道消化道啊 這些不舒服 行動管制令 中醫診所完全不能讓患者上門的時候 還好 可以採取線上看診的部分 所以讓診所還是能夠持續的 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還可以 有醫無藥醫無用 醫生的診斷能力很強 我們最後還是要靠藥物 來幫患者們恢復健康 所以呢 我們診所也採用了 台灣優質的GMP藥廠生產的科學中藥 我們就是藥粉 然後有通過我們大碼 KKM的認證 衛生部的認證的這些科學中藥粉 因為像以前 我那天要去打疫苗的時候 我做Black Cup 跟那個司機在聊天 我們還聊到說以前 煮中藥要用那個瓦罐 這樣子慢慢煮 煮中藥 有時候不小心還把那個藥粉 煎除掉 煎焦掉 這樣子 那現在人基本上沒有時間去慢慢煎那個藥 而且現在藥材的來源 這個維生物的污染 重金屬的污染 這個都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 那這些GMP藥廠 要把這些中藥生產廠 這樣子的一個藥粉 它要需要經過一定程序的檢驗 至少讓我們能夠安心的使用 不會有這些農藥產履 重金屬污染 維生物超標這些 這些固域 所以我們診所就採用這樣子 一個方便 服用的科學重要藥物 這樣子 另外呢就是 我也會 推薦一些 我們優質的機能保健食品 這個就比較 比較適合 大眾能夠接受的東西 來維持我們這個健康在一個最佳的狀態 像這些還不錯的優質商品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盡力的能照顧好患者的健康 我們會很開心的看到患者恢復健康 那我們自己會感覺到很欣慰 這就是花草的窟窿在渡化我們醫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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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